欢迎收看海峡拼经济,我是吴雨淑 随着大陆越来越重视多元教育 许多家长都会送小孩去学乐器 培养第二兴趣 来自台湾的管乐手就决定到厦门 教比较冷门的小号 但同管乐器入门难 学生可能连最基本的发声都有困难 更何况要吹出整首曲子 不过幸好台湾老师很有耐心 还选了小朋友熟悉的动画配乐 当成入门曲 让小号吹奏起来更加有记忆点 这首歌唱的是厦门人 最引以为要的世界遗产古浪宇 还有他们的好邻居百露丝 在小号的诠释下扬刚了许多 很符合厦门国际大港的气派 这就是来自台南的曾庸凯 发自内心的感触 他擅长同管乐器 相对比较冷门 他却乐此不疲 乐器就是他情感的延伸 暖身之前还要暖乐器 我们吹乐器其实就是像运动员一样 我们都要先暖身 然后基本上我们的乐器是金属制的 那它会比较冷 那我们就是要先把这个管子吹热 管乐可能是演奏中最难入门的一种 没经过训练 别说吹奏出美妙的音乐 肺活量不足 连出声都成问题 通管乐器它其实是 藉由嘴唇的震动 吹到管子里面去 然后带动管子震动 然后才把声音传递出来 麻烦的地方它就是太耗气了 我们就是要经过长音的练习 挑向日本动画大师 宫崎骏的《天空之城》 因为里面主角刚好也会消耗 让小朋友特别有记忆点 不要干拍子 慢 二 三 就三年级的时候社团嘛 然后呢 每个乐器表演一下 我觉得这个比较好 然后就学这个 不过管乐的特性 在教学上让曾庸凯面临了新的挑战 学生还得挑一下 手没力气 牙没长好都没办法吹 好 那我们通管乐器呢 我们是用嘴唇去震动 好 那你先像老师一样 我们让嘴唇放松 然后去做震动 像这样子 老师没选上啊 牙齿不好啊 口型不对啊 没办法去啊 管乐器我们其实很注重牙齿 那通常二年级下学期牙齿已经换完了 也差不多长好了 包含说他的手指头啊 就是也可能已经达到说 乐器比较可以拿得动 曾庸凯到大陆已经三年 尽管很熟悉这里的教学方式 但还是难免会闹笑话 台湾是念打击乐 我们是念打击乐 然后这边是念打击 他是亲生吧 对 然后所以每次都被学生纠正 大陆教育越来越重视多元发展 除了学校社团 越来越多家长会送小朋友来学乐器 培养第二兴趣 有稍微学一下 实际上并没有太深入了 那后来觉得说应该还是 得再找一个比较专业的老师来指导一下 今年来大陆的教育方针 就是尽量减少学乐负担 好些小朋友利用课余时间 学点才艺 根据统计 最受欢迎的是选乐器跟钢琴 铜管跟打击乐器电后 即便如此 这个市场规模突破1600亿元人民币 相当于台币7000亿的商机 市场大自然孕育出宽广的发展空间 像我们在演出的时候 我们都会先刻意地用一些 速度比较慢的歌曲 然后先做一些就是 肢体的拉伸 然后顺便就是吸引人嘛 和灯耀走遍中台湾街头表演 也曾经是综艺节目乐队班底 7年前来到大陆发展意外落地生根 还有一点就是说 因为我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表演的话就是打赏嘛 这边打赏的话其实并没有那么的浓厚吧 有可能是因为跟这边支付方式不一样 大家很少带现金出门 他刚到厦门的时候 遇到的难题不是城管 而是大陆民众对于街头表演有点陌生 可能比台湾还多 但是台湾看的人是会离你越来越近 这边的人是先离你一个近 然后越为越多 围三四圈五圈都有可能这样 围观的人多 打赏的人却少 对于街头艺人来说怎么过活 可等要领机一动 干脆转换跑道 四线一三 四线一三 很好 生动活泼的教学 灵活应用游戏 让人记住打法与位置 现在学爵士谷的不止小朋友 很多大人也都来学习 大部分都是老师 都是那种幼儿园老师啊 因为他们的时候工作需要 不过就算教学 还是不想放弃街头 只要有商演的机会 他还是喜欢这种 接触人群的随性表演 慢慢有在改变吧 但是它文化是需要沉淀跟积累的 它没办法那么快 所以我们可能要多一点时间 如果我要做表演的话 我也会做 但是我会做的话 可能还是以街商业演出 然后街头的话偶尔会做 就是可能真的 这个半退休状态了 这就是厦门的主题旋律 月声飘飘海过天空 可以是音乐 当然也可以是梦想的起点 有点誓车来说 成立的 当天的主题旋律 然后走到身份的 但是控制的 你有什么 感谢观看